近貴也有的,但少了一點 都好像沒有以往那麼好 是啊,年紀都大了 第四班,跑千二 跑短途 主持人,即是電台的主持人 馬匯主持人,就拿九號膽 很熱門 1.9倍瘋 這隻馬,上次何澤堯七倍跑第三 這次初跑谷草 我想那些投注人士都猜他 適合俄巴馬地 又莫來拉,又功夫很好 但今晚,正說這隻七條仔 跑起來好像有點急躁 想贏 直路守風就不太順 不聽話,沒有後驚 所以這隻九號 真是太熱了 越到不抵 有什麼馬可以挑戰他 賽職好的 1號 1號都贏過這個路程 有一次第三,三次落地 跟著這隻3號也好 3號波件事也好 跑這個路程贏過3次 有兩次第三,八次落地 那些馬都不錯 1.3 如果你不喜歡9號熱 那你就買一些可以挑戰他 成績上可以挑戰他的馬 3號十多倍 現在有六格 你看畫面 3號有六格 3號是有條件挑戰這個大熱門的 還有一點,就是波件事跟姚本輝的配搭 成績都不錯 數字不錯 波件事跑十多倍的馬 就很聰明 今季以來我看他 而且這個波件事 你看他的戰績 他是比PACE多過PACE 他一搏就搏 他不會搏就搏 他不搏就有他 PACE沒得收 他的數字是這樣的 1號 上次周俊樂跑九倍 跑第三 現在配合一個賀冥蓮 但是磅重了 加了11磅 這個是他唯一弱點 如果單丁買了一隻 單丁我買六格仔的那隻 試試3號WINPAY 即是 又看票 又根據賽職 12號仔11倍都不錯 為甚麼呢 12號仔 梁家俊跑 真的有些運氣 他兩次都是抽到12檔 這隻馬呢 就未贏過這個路程 不過有兩次Q 兩次第三 只有三次落地 那他就是上名多過落地 那些馬 現在你想一下 可以上來和9 當這個9 贏 我有點懷疑 9號是否真的 值2 2 2 0 的WINPAY 賠率 那我就 我還是買3號 先 3 拖 這個 2 3拖 1 2 4號 4號馬是甚麼 4號馬功臣 其實4號 周俊落騎 就是 有一點 減榜的優勢 他 價格地都贏過 3次 3次Q 4次第三 那就是 10次上名 9次落地 又是上名多過落地 這些是很有實力的 可以挑戰這個9號 不要買那麼多 一來買3 一來買4 一來買1 買 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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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明德之星那麼容易購 也有馬本 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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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拖 1 4 3拖 14 槍 1 3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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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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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快的馬就是這隻駿馬風彩 再見到中間騰龍駛前的外面同盟力量 內蘭第四位又在旗城 第五位綠色衣服老實人 後面銀河飛馬上來內蘭第六隻藍眼罩 拍著它還有這隻銘技之心 大約尾五左右 紅眼罩是駿神 後面四隻有這隻名牌效應 尾三位置日日有餘 尾指就是那隻馬功臣 暫時包尾是那隻木火同名 對面直腦中尾段 前面帶頭的馬是同盟力量 咬上來第二位是騰龍駛 第三位的馬還有駿馬風彩 內蘭第四又在旗城 第五位前面藍眼罩有這隻銀河飛馬 六三橡帽第六還有老實人 後面是銘技之心 紅眼罩拿出大外黨那邊有這隻駿神 左下有些仙間日日有餘 木火同名內蘭那些馬 鬥到最後二百多位 透出的馬看到外面位置就是這隻駿馬風彩 在內蘭那邊有這隻銀河飛馬上來 馬林中間銘技之心也追緊 外面位置還有一隻老實人 接近中間駿馬風彩還是佔先 外面越迫越近就是這隻銘技之心 第三名的馬有賣面銀河飛馬 外面老實人相當接近 結果這隻駿馬風彩是不是緊緊熟呢 終點那一步這隻九號出了頭 七號銘技之心逐步逐步上來 第三名的馬銀河飛馬在裡面 都不錯 我以為這隻三號跑到最後三百米 都有點機會 怎麼知道他現在連 連PACE都沒有 九七 九號大熱門贏 真厲害 又輸了 九七五六 容易買的 嘩這隻七號 這隻七號是甚麼來的 名技之心 這是新馬來的 好少人中啊 這場 我猜 如果你用九號膽拖了全餐 可能拖中就是七號 看看三號怎麼跑 都算了 他很積極地跑了一段 波鍵士 在外面跑進來佔了一條欄 九檔 這裡也跑得不錯 但是這隻馬沒有後勁 如果覺得這隻馬沒有後勁 不如放多一點 等人追你 按住 現在 進神在外面追上來 但是還是沒有什麼後勁 現在裏面 在內蘭那裏馬衝上來 五號衝上來 九號 這個位置真好 幾好 發揮得很好 九 七 五 名技之心 嘩厲害 這個Q會有很多排賽 好分的 可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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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